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我们在23节中聊到了这个中国经济啊 暴涨啊 带动它暴涨啊 大大缩小 中国跟美国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在2005年前后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总值都开始暴涨了 而我啊一直在说这个股票和商品房都是中国经济市场中 增量市场新台湾 还特别强调了凭空增长这四个字 什么叫凭空增长 简单的理解就是没有依据 那中国的股票市场它怎么叫没有依据呢 那都是经济效益是吧 最好的这些企业 它才能到市场上去发行股票 是 股票没有问题 股票有依据 问题是这股票上啊 股市上的这些股票的市盈利的依据是什么 那为什么可以是十倍的市盈利 有的才五倍的市盈利 还有的是五十倍五百倍市盈利 这个依据是什么 这个市盈利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又是什么 你企业股票 你原始股 你说你值几个钱 比方说你发行一千万股 每股一元钱人民币 你这个是有依据的 是吧 你的这个企业的总资产呢 你的盈利能力呢 你的市场前景呢 你可以支撑这个亿元的股价 可是 你这个股票一上市 市盈利五十倍 这企业的价值突然增加到五十倍 这增加到这个四十九倍的价值 是不是贫困产生的 如果不是 那它凭什么是五十倍的市盈利 不是五倍的市盈利或者五百倍的市盈利呢 再看啊 中国的商品房 一套北京三环边的房子 2002年每平方米的价格是 三千吧 2004年呢 它就拉到了六千 2008年到了两万 2017年到了六万 看啊 房子还是这套房子 小区还是这个小区 位置还在这个位置上 凭什么你2002年只有三千元 2017年就价值六万元了 这十五年增长的二十倍的价值 怎么来的 依据在哪里 每平方米十五年 涨出的这个五点 五点七万 这个财富价值 不是凭空产生的 又是怎么来的 好 我们把这个财富价值 究竟怎么来的先放一下 我们回头再来探究它 这呢 我就把它回到一个 我们这次要讲的一个根本问题上 一个人 一个家庭 你要想报复 快富 不是没有可能 而是绝对有可能的 那你就要在学会呀 在新增市场上去攫取新财富 这是咱们这个曲光链 十四加一格林坛的初衷 对吧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叶草不飞 这里的横财呀 它既不是什么独义之财 也不是什么意外之财 那它正确的意思 按我理解 就应该是这个增量市场新财富 就是我自己啊 85年的时候 我开办了一起 无成分比培训班 13个学员 每人模具费 培训费1200元 培训三天 这收入就是一万多了 注意啊 那个时候世上的无成分比 刚刚问世 生产成本呢 跟这个普通的分比啊 差不多 但是普通分比 你粉成太大嘛 是吧 它这个大大降低了 所以很受老师们欢迎 那按照正常的商业思维 那我是不是应该 买回这个分比模具 开一个小作坊 生产这个无成分比 到市场上去销售呢 因为那时候的确有市场嘛 这个当时啊 这个具体的市场价格 我还真记不清了 比方说吧 就是当时候生产这个 一盒无成分比 普通的 普通分比 大概是赚五分钱 你还不好卖 是吧 那生产无成分比呢 可能能赚一毛钱 一天可以生产一百盒 那你就赚了 是吧 赚了十块钱 那这样你一算的话 你这一个月就可以赚三百元 这个收入在当时就很高呢 你知道那时候就像我这大学毕业留校的 大学老师 每月的工资才六十多元 但是我们算一下啊 如果我开一家无成分比的做法 每个月就算赚三百元 我也要多久 至少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能赚到一万元 他这还是理论数据啊 这个实际上 你的销售量 是不是一直这么饱和 你这个批量生产 损耗有多大 你这个 无成分比送出去了 货款是不是能及时回来 等等等等 这我们都没算在内 反正总而言之吧 这个无成分比 它虽说是一个新技术 但是 依然是在这个存量市场中啊 在挤占什么 挤占那个普通分比的市场 所以呢 你除非你这个规模特别巨大 你再怎么赚钱 还都是有限的 那我做无成分比培训 你看 我开创的是一个增量市场了 现在都知道啊 我当时做的这个叫什么 技术培训市场 我赚的是 培训费这个新财富 不是卖产品的财富 那学员他之所以愿意逃 一万二交给我来做培训费 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 四个月就能收回成本了 那个时候 你看 哪有什么技术培训市场 更没有人意识到 知识产权可以买钱 所以我能够三天时间就成为当地第一个万元户 这就是增量市场新财富的价值 那当然我那个时候肯定不懂这个理论啊 就是凭着直觉 感觉 这么干的 那再回到 那我说的中国 咱们中国的经济市场上 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四十多年来 我们都知道经济飞速发展 是吧 那按照我描述的这个增量市场的概念 是不是中国也开创过无数过 无数 你别的不说 你说这个改革开放前 咱们家庭里边只有什么 所谓的老三件 哪老三件 手表自行者封人机 那像后来的这个什么 录音机 电视机 洗衣机 冰箱 彩电 这些 全部都属于什么 增量市场 你说那个时候 就说空调 冰箱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电呢 你那个市场就根本就不可能 最后有电 后 你看 这个家电市场起来了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 中国开拓了那么多的新财富市场 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量 市场 都没有能让中国经济 在前改革开放的这个前25年中 暴涨起来 一直到了这个 房地产 股市的这个总市值暴涨的时候 咱们中国的GDP 社会财富 还暴涨起来 这个到底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这一节时间大了 我们下一节 接着聊 什么呢 我们下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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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水